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三明志工 那其實為什麼會有三明志工呢 就是我等一下會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那其實我自己呢 就是去年的時候 我才從北一大研究所畢業 那所以其實我從畢業之後 然後為什麼會投入就是創業 那就是希望就是從學校進到創業這個中間的 過程的一些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呢 我要就是 為什麼我們叫三明志工呢 其實它是取自於一個諧音叫 就是三位志工 那我 對 那就是這一開始呢 其實我們有三位成員 那要從另外兩位成員 他們在學校合作的一個計劃開始 那另外兩位成員呢 他們也是北一大畢業的 那目前是在 其中一位已經畢業 那另外一位呢 他其實還在念那個藝術跨裏域研究所 對 那當時呢 他們在學校的時候其實就有一堂課 那那堂課其實是做關於跟社區參與有關的 那進入就是當在地 然後去做藝術創作 那我這邊就分享一下這個最主要的案例 那也是因為這個案子 然後我們後來就是有了一系列的一些合作跟想法 對 那首先先介紹一下巴黎療養院 他現在其實已經更名到巴黎教養 樂山的教養院了 對 那原本是樂山療養院 對 那其實很多人聽到樂山 大家可能有的人會誤以為是樂生 那其實這個困擾是 也是他們這個機構就是很常有的 那甚至是院長就是他曾經講過說 有的人就是有很善心的人是要捐錢給他們 結果捐錯捐給樂山 對 那所以就是像他們這樣子的機構呢 其實不是很有名氣 但是又很需要的很需要資源 在全台灣其實各地都有這樣的機構 那當初呢 我們進到樂山的時候覺得他非常漂亮 他其實在明年就已經要邁入八十年了 那他們在巴黎的那個觀音山腳下 對 那其實如果交通進去的話 是還蠻困難的 因為像我們每次進去都是 後來是都已經騎摩托車了 但一開始的時候是公車坐到總站之後 還有一段路 所以常常都是要搭小黃進去 那這個巴黎的樂山教養院呢 他其實一開始是一個加拿大的那個 叫代仁壽的醫師 然後來到這裡原本最初是要照料 麻風病患的患者 那現在醫院已經沒有在收容麻風病患了 所以他們就開始就是改收為身心障礙者 那在他目前來說的話 裡面有大概一百多位的 一百三十一位的身心障礙者 那他們裡面的一些重度啦 輕度大部分就是 有些是重度到就是需要臥床的 那也因此他們需要二十四小時的一些看護照料 那比較輕度的就像自閉症者 對那有很多的藝術治療 就是跟音樂治療都會在裡面發生 那當時其中一位就是成員呢 他叫萬坑 他就是跟音樂治療這塊非常有興趣 那他就跟音樂治療師有了一個合作的案子 那我們看下一個 那他做的這個案子叫做樂山機動隊 下課歌 當當當 你下個了 當當當 你下個了 再見了老師說慢慢 再見了孟學都慢慢 當當當 你下個了 當當當 你下個了 它其實有六種跟他們就是裡面的怨聲生活作息是很相 就是從他們生活作息中去挑出來的六種樂器 那這個樂器其實材料呢都是來自於他們的回收場 對然後因為他們怨聲其實他們的作息幾乎大都是固定的 必須要一起吃飯啦一起上課啦 那當初萬坑就想說如果就是可以結合這個日常他們的一些生活作息 然後再搭配音樂治老師的一些上課的叫一些互動的方式 可能可以讓他們就是更熟悉這些日常生活的細節 因為像一般他們我們都統稱他們為小朋友 那他們其實對於一些假設我們要喝水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直接拿杯子起來就喝了 可是對他們來說呢 我們就老師就會教他們要把這個拿杯子的動作再分解 就是握住杯子然後舉起來 然後放到眼前 然後會慢慢的拆解到很細微 那就是萬坑那時候也是想說希望透過這樣子的日常生活的教學 就是可以讓他們就是在就是藉由音樂讓他們去認識這些習慣的學習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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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中間這位就是萬坑 他是一位喬聲 左邊兩位唱得非常high的就是遠聲 彈吉他的就是当初一起合作的音乐治疗师叫杨婷婷 其实乐山的小孩子他们还蛮幸福的 那时候就是常常会有家长就开玩笑说 他老的时候他也想要住在乐山 因为活动好多好幸福 那我们有一次去参加他们的忘年会的时候 就是一开始是乐团在台上表演 结果表演到一半小朋友全部都冲上去 跟乐团一起唱歌跳舞 他们非常开心 那我以前其实我自己没有什么 就是完全没有做志工的经验 就是可以说是大概 大概高中的时候有什么社区服务的时候有参与过 那就是接触乐山的小朋友之后 觉得可以认识这样一群就是非常直率的人 就是很不一样的经验 那我们真的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 那这个当初进学校的计划呢 除了万坑之外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团员 那他当初呢这个计划就是后来我们在主委工作室有办了一个就是艺术的算是公开的一个连展 那我介绍一下另外一位成员他的一个作品 他是跟乐山里面的园艺治疗师一起合作 这是农艺老师 那乐山其实他地非常大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揪团去当志工 对那他早期的时候在治疗麻风病患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也种了非常多的一些植物 那这些植物有时候他们会自己拿来做泡一些那个草本茶来喝 对那后来呢就是 下一张 对这这位是他们乐山的一个原住民老师 那他会带着里面的小朋友呢 在他们就是的怨生食型农场里面就是做一些劳动 因为其实他们小朋友都很需要去发泄一下体力 对不然常常他们在就是教室里 他会可能就是体力发泄不够就会开始乱丢东西 那一开始呢 其实他们本身就有在喝这些草本茶的习惯 那韵杰是把这些草本茶都收集了起来 然后做了一个叫乐山饮的系列 那这个系列呢 他把他这个可以饮用的草本茶 做得很像在外面就是小摊贩的饮料车 那这个饮料车它的这个材料来源 也是也是从乐山的那个回收场剪的 他们回收场真的很多东西可以剪 对那这个饮料车呢 后来我们有了几次的一些公开的交流机会 就比如说在展览的时候啊 或者是在他们自己就是园游会的时候啊 就是乐山他们也会推着这个饮料车再去外面 然后让一般的民众可以认识 那就会借由这个从植物 然后再转变成草本茶 然后再转变成饮料 再推给就是一般的民众 那他们也就是也可以借此就是更了解 怨神的生活 那这边是一些他们一些爱心园游会啊 还有呃就是展览的一些情况 好 下一档 那他们除了做草本茶 热山影之外呢 其实他们也有时候园游会的时候 还会在卖一些呃 现有的一些呃 他们种植的一些职物 像三叔啊 就是非常现才的都非常鲜美 就是当时那个展览的那个呃 由媒体来采访的一个情况 好那这个展览过后呢 其实有一个蛮关键的一个呃 呃时间点呃 呃就是那时候院长觉得说呃 像这样子的机会非常难得 因为很少会有社福机构 然后结合艺术家来办就是有一些互动的一些交流 那也透过这样的交流流 就是其实让乐山他们有很多就是曝光的机会 那这些机会其实呃呃 呃对于他们呃 社福机构来讲是呃非常难得的 嗯 那他们就是院长就希望说呃 说呃看可不可以就请万坑啊 刚刚那位做乐山机动队的乔生 就把我就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拉进来 然后来做一些帮忙 那我就是当时被他就是拐进来的一位 然后其实同时间就还有蛮多朋友都进来去帮忙 那当时刚好就是呃呃时间点很接近他们要做院庆的时候 那我们就帮他们就是设计了一些呃他们的迷信片 还有一些包装纸那比较多都是印刷品 那那时候我们的想法是想说呃呃就我们发现他们院生 其实他们已经地位置已经非常偏了 然后指标又不清楚 所以常常就是来就是一些要进来乐山的一些来宾啊都会开过头 那我们就沿用那个旧指标一些斑驳的黄色啊还有黑色的色款 就是把他想说那我们来做一个算短颈鹿吧 脖子很短的短颈鹿 对然后其实这个短颈鹿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成呃呃 一起来帮忙的朋友还要想一个故事哦 他是觉得说呃因为我们是乐山 那我们这里可能没有没有那么完美的一些小朋友 但是其实我们都还是很很热情的欢迎大家进来认识我们这样子 对那也因为这个短颈鹿呢我们后来听里面的老师讲说 就是他们在上一些画画课的时候小朋友就疯狂的开始画长颈 疯狂开始画短颈鹿跟长颈鹿这样 然后我们当初也没有想到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些小改变 其实他们院生对他们来说其实影响还蛮大的 那呃像刚刚那些案子的时候我们都是抱着就是做志工的心态 然后去帮忙就乐山他们协助他们一些呃呃看他们有缺什么 我们就去救火对这样子那呃可是我们没有想到是当时就是院长院方 他们还蛮坚持要给我们设计费跟制作费那其实当时这个影响其实呃我们都从来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因为我们其实以前就算是在艺术学院里面那我们自己私底下也有接一些设计案那其实有时候大家就是做的也很辛苦啊也会被拗 那可是像这样子的合作经验就很快乐 因为我们就是真的是呃呃有帮助到别人 然后我们又是发挥挫长而且就还还有一些收入 然后那时候刚好我是三个里面最早毕业的那我就用这样的想法去申请了呃教育部的 大专毕业生创业服务计划对这也然后呃我们就刚好就是有通过了他的第一阶段 然后接下来就是也通过了第二阶段然后得到他稳创业的第一名所以目前来说我们三名志工有蛮多的经费都是靠这个计划去补助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有一些想要创业的idea啊那就是也有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的话 其实这个这两个补助计划我都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去参加 而且这个补助计划的钱真的是给你不用还的 每次我去跟朋友讲的时候他说那你要怎么还 对就是这是不用还的对嗯 好 那我来讲一下就是三名志工其实三名志工最一开始原本只是呃从一些作业啊跟志工活动啊 然后到后来我们要参加呃you start的时候就要面临到一个必须成立公司的一些条件 因为他必须你要成立公司你才可以参加就是第二阶段的补助 那那当时我们也挣扎蛮久了那最后我们还是决定我们要试试看这样子 对那当我们通过这个you start计划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也有遇到一些呃蛮迷惘的一些呃的状况 因为其实在我们里面就是一开始成立三名志工不是只有我们几位艺术背景的人 还有呃刚刚那位就是音乐治疗师对那当当当时是呃他有一些想要做一些教具的想法 对那我们就是很开心就是拿到补助结果没有想到音乐治疗师说他要去南部结婚了 所以就剩下我们几个人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说那怎么办 对那我们就开始回想到就是那假设就是我们当中的成员 没有了这个专业的呃治疗师的背景的话 那我们会要应该在社会上的一个怎么样的位置 对那我们就从台湾社福机构来的一些现况来看的话 其实社会上就是有蛮多善心人士他们可以捐钱 然后也会很热心的会参加一些义工的服务 那社福机构其实也蛮多社福机构有在做一些专业的一些培训他们的一些技能 那我们可以做的话又回到最初一开始我们去协助乐山 用他们本身的一些特色然后去呃强化他们的一些特质 然后来让民众去认识他们然后进而就是会有一些认同感 那这个认同感呢我可以举个例子就 呃大家应该有就是在东区等红绿灯的经验吧 就会有一些呃做轮椅的朋友们 他会很会去向你们推销一些 卫生纸啊或原子笔 其实我呃我们自己我们是觉得我们有时候在那样的状况下 其实是很难去拒绝 可是每次我们当我们要去呃赞助他们的时候 其实往往都是出自于同情心 可是并不是真的去需要这个产品 或者是很认同这些东西 那我们的想法是觉得说如果一开始社服机构 或者是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们所得到的赞助跟一些支持都是来自于同情心或施舍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好的 嗯 因此我们会希望就是我们可以协助 让他们的一些特质就是更为或甚至是才华更违背大众认同 那大家看到他们的一些呃特质之后 他们其实这个认同的价值才是可以更长远的嗯 嗯那因此我们就有这样的想法 诶 下一张 对那那时候我们又刚好接触到一些社会企业的概念 那因此我们就会想说呃我们希望就是在明治公在乎 在未来我们是可以朝向社会企业的方向 那我们同时在做一些设计服务的时候呢 我们又可以帮助呃社会 然后甚至是创造我们自己公司的利润 那让我们这个公司可以持续下去 嗯 那后面呢我就是要先来介绍一下呃我们中间执行过的一些案例 那像大家看到就是呃有被整理出来这些服务内容 其实都是透过我们就是一边做一边归类 我们并不是在一开始就已经想好说我们呃我们要怎么做 对那其实还蛮像刚刚那个阿峰讲的是创业的那个就是 每分每秒每秒都在变 那其实像我我今天是刚从香港回来 那我呃我们中呃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就去拜访很多香港的一些社服机构跟一些单位 那他们呃他们其实有一些非常创新的一些呃想法 那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可以透过呃不同国家的一些单位的交流 然后看可以怎么把怎么样的方式然后可以带进来台湾 那也让就是这块就是我们在推的这块就是可以就是运作的就是跟不一样 那首先呢我就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教具设计 这其实是一开始我们就是跟治疗师一起写呃有拿到教育部补助制造的一个呃教具 那其实还有点蛮像桌游的 那那那个时候呢其实是就有听到很多治疗师说 他们很缺乏一些呃做社交沟通的 那我们就想说既然就是呃呃有缺什么 那我们就是往比较呃市面上比较没有的来做 那当时呢就是有呃呃我们就想用这个披萨来当做一个呃特点 因为小朋友都很爱吃 然后透过这个披萨呢就是来让他们去呃呃可以去扮演一些呃厨师啦或者是客人 对那那这个这套披萨呢其实他们不同的治疗师 他们也会有不同的带法就比如说针针对呃呃这个 呃呃他其实是有一块饼呃呃呃一块呃呃一块盘子 然后再有呃呃六块小饼去拼凑起来 那上面有不同的料 那他们你也看到他可以去呃呃玩一些情绪的 呃玩一些情绪的那个游戏啊 像戏剧治疗师就会带他们去玩 那有一些在一般普通班级教一些呃呃数学的特的特别的一些老师呢 他们就会针对一些呃呃买披萨的情境来做一些设计 嗯 嗯 这边是我们呃呃呃有跟一些治疗师交流的状况 那其实我们做这套之后非常辛苦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现在那个治疗师走了 我们就是很艰辛 对 然后这也是也是透过反反复复 然后做一些纸样品 然后来听他们的意见 然后一直改一直改 嗯 那現在目前來說它已經生產出來有磁鐵 那剩下就是一些包裝跟教學手冊 那其實它也不只針對一些特殊的小朋友 那很希望就是有一些 只要就是有興趣的朋友 甚至是我們自己 我們會拿它來玩記憶遊戲 就是算是一種教具 然後N種玩法這樣子 那後面呢 然後這個我要介紹的是 這是一堂偶戲課 那也是很剛好我們拿到一個補助 那這個補助呢 就是我們跟戲劇治療師一起 就是帶他們來創作一個偶戲創作課 因為我們發現它非常會畫畫 那我就覺得 其實他們自己應該是有辦法可以創作角色 然後編一些故事 那我們想法是說 其實蠻多 蠻多單位他們會贊助小朋友去外面看表演 可是當他們就是自己是有能力出去表演給別人看的時候 他們的那些自信性跟認同感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那這在最後一堂課的時候呢 我們有做一些假票 那讓他們的同學進這個教室去看他們表演 那真的體驗真的還蠻有趣的 那後面比較多的是我們幫機構去製作的一些設計案 像剛剛介紹的一些指標 然後後來就是也在做了第二批指標 那這次用的也是他們小朋友的畫 那這指標我們也遇到一個在地的工程公司 那他們也是聽到說 也是樂山那就一起就是來幫忙 就是也非常熱情 所以我們發現其實還蠻需要一個平台 就是讓就是我們還蠻像一個中間的角色 然後去連結一些有資源的公司 然後來幫助一些機構 那這是我們幫他們製作的感謝牆 那我們覺得一般的感謝牆都太太嚴肅了 然後我們就是請小朋友寫了謝謝你這三個字 對然後也是 就是好像是有捐一百萬的單位才被放上去 那這是我們幫他們辦的一個畫展 這個畫展當初是因為時間非常趕 所以他就委託我們做了主視覺 然後空間規劃 那我們也趁機去訪問了小朋友 那訪問他們為什麼畫這些畫 像右邊的那個Toutube呢 其實他有一個故事 就是那個小朋友他很 每次在社區適應的時候 老師他們會帶他們去逛夜市 那只要到了那個巴黎的廖天丁夜市 他就一定要買Toutube 因為他最愛吃Toutube 所以你看看他把他狡化得非常肥 對 那這個小故事呢 就是我們也因為覺得 既然要辦畫展 那我們就放一些樂山的介紹在旁邊 那也沒想到這小故事其實後來真的感動滿多一般的看 那時候在宮保大樓辦 那一般的那種看病的民眾就是有被這個小故事感動到 那他真的跟樂山來做聯繫 然後進到樂山說我要跟作者合照 這樣 這畫展開幕的一些狀況 那這個呢是我們送給樂山的禮物 是我請我一個做手工餅乾的朋友來做的 那我們有用在一次機會是算公關品這樣子 那就是送給一些當初就是一些媒體的記者朋友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得到那個文創獎第一名這樣 那後面我們有幫他製作一系列的就是平面的部分 然後這是怨訊 那這個是愛心卡 那也是用小朋友的一些畫作 然後我們再做就是修改 那這個呢是當初我們有設計的一個明信片 然後被小英基金會看到 小英教育基金會看到 那他們就用了這款當作他們的賀年卡 那像這樣子跟第三方做連結 也是可以免費的去幫機構來做宣傳 那這個的回向就是也不錯 就滿多捐款人在打來樂山關心的 那個就是一個跟船運公司合作 他們贊助他們出去澎湖玩 那我們也是借他們小朋友的話 來讓民眾知道說 你買票的時候也是在做公益 那後面就是一系列我們幫他們做的樂山願慶 這是畫展 那我們幫他做了一些樂山的願慶 然後我們有走秀的活動 然後因為那時候有跟英靈model做到公益走秀 那時候我們覺得這個活動 聽起來就覺得 蛤你們真的要這樣嗎 好像有點慫耶 就覺得很撈土 可是其實在當天的時候 現場效果是非常好的 因為沒想到是小朋友 都很熱情的衝到台前 然後那個model反而在陪他們走 那就是一個我們跟一個 專門做科技輔據的一個團隊 那我們來協助他們做視覺設計 那大家知道 我們要劍動人嗎 最主要他們是有兩個治療師 跟一位電子工程師 那協助 協助這些 這些使用者 來改變他們可以用網路的介面 那我們就幫他做了一些視覺 那最主要是他們募款的DM 然後透過就是視覺化 然後讓他們募款可以更清楚 讓一般民眾可以知道 他們到底就是要 他們這個單位到底是做什麼 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要跟大家介紹這個案例呢 是我們比較難的是 它是一個公司 那它公司的一個基金會 那我們當初呢 就是協助這個公司來製作一個 他們公司內部的巡迴畫展 我實驗怪不夠耶 這個單位叫何生堂 大家有聽過嗎 它是做那個電子電子元件的 對 那它其實本來就有在占助樂山 他們的藝術治療 那它也透過剛剛的那個展覽 他就覺得說 如果這樣子的機會 可以這樣的展覽機會 可以放到他們公司內部的話 應該會蠻不一樣的 那也因此在今年一整年呢 我們幫他們製作這個畫展 就把小朋友的畫 帶到台灣的四個地方 但其實有三站 都在內湖附近 對 然後 這是開幕的一些狀況 那我們也把樂山影 就是趁機也帶去 讓大家可以更認識樂山 那透過這個計畫呢 其實他們公司內部的 上下游廠商 就是也都會知道 原來何生堂有做這樣子的工藝活動 那他們間接這些業務員呢 好像就是在介紹的時候啊 都變成我們的導覽志工 然後有一個業務員 還跟我們的小姐說 這些話我現在都非常熟了 因為我每個禮拜 我都要講四、五遍 那其實除了畫展之外呢 就是公司們就是 也會順便委託我們說 那我們這邊空空的 你們也幫我們弄一下好了 所以這也弄了蠻多地方的 那前陣子剛結束的呢 是一個算是全國的一個針見畫展 那它是在中山堂展出的 那當初這個展覽呢 其實它是 只要有身心障礙手冊 就可以參加針見這樣子 那我們呢是 那時候就是 因為 這個針見呢 其實就往年來說的話呢 大概只有 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有入圍的作品 才可以在現場實際展出 那我們的想法是覺得說 因為他們都已經是 特殊的小朋友了 所以我覺得 只要有機會的話 就讓他們有表現的機會 對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多媒體區 然後讓所有的參賽作品 都可以在這裡 跟觀眾見面這樣子 那這是展覽的一些現場狀況 這個展覽經費非常有限 就是我們還把就是 原本的那個 上一檔展版的那個大圖書書 全部撕下來之後 然後又再上漆 所以是做得非常辛苦 好 那 也因為這個展覽呢 我們也連結到一些印刷公司 那未來呢 就也會做一些 相關的一些公益消耗品的計畫 然後讓一些民眾 讓民眾可以透過一些 像餐盒啦 紙杯啦 然後來認識這些機構 那我們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就是 從過去到社福機構治療師 然後又到現在跟公司企業 來做一些CSR相關 那未來呢 我們自己就是會連結 他們來開發一些相關的文創商品 那讓就是這些 讓一般的民眾 也可以更容易的接觸到 嗯 好大概就這樣了 謝謝 好那我們上半場的講者 事實上大家沒有聽一聽 可能都會發現 事實上 聽他們在講創業 好像在聽他們講故事 會發現現在的創業家 跟以前創業家可能很不一樣 像我自己也算創業家 像我們在創業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故事 是讓比你的 business model 有時候 更吸引人 更動人 所以有一個好的故事 有一個好的包裝 事實上是你 一個 business model 是讓你創業 有一個可以賺錢的地方 可是一個好的故事 一個好的起源 是讓你有動力 繼續創業下去的原因 所以剛剛洛琳跟邱董 他們在分享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們 就他們已經經歷一段時間 可是他們還是很興奮的 會講說他們在邊發什麼事情 他們想要幾個什麼東西 他們永遠不會忘記 當初在創業為什麼要創業 但不是為了多賺個五萬 十萬八萬這樣子 而是為了讓更多的人去延伸 所以像我們今天叫做 創意到創新 從文化到文創 可是讓我們文化到文創之後 如果我們可以再增加一步 就從文化到文創 再到社會企業的話 我覺得對這整個社會 都是很有幫助 因為我們不只在做個創意 不只在做個創新 這些創意創新 可以應用到所謂的社會上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我們在做什麼這樣子 然後我們等一下是休息時間 大概休息五到十分鐘的時間 然後休息時間之後我們會有換桌的部分 Swordáng力 Minh 從文化到文化有多賞 需要引測比